大家好 那么 索马里首都摩加低沙发生一起 自杀式爆炸袭击 两人丧生 这个是发生在哪呢 发生在土耳其在索马里的军事基地 叫 土耳克 索马里 土耳克索马里营地 土耳其索马里营地 这个营地是2017年 土耳其在摩加低沙建立的 这个是土耳其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 索马里的军方 与索马里当地的青年党 进行斗争 土耳其在非洲 特别在非洲地区 现在正在施展自己的影响力 2017年建立了这个军事基地 海外最大的 那事发经过呢 索马里政府代表着 伊斯梅尔 穆赫塔尔 奥隆霍也向这个媒体介绍了 有这个恐怖分子 试图 进入 这个军事基地 被警卫开枪打死 那么在这个军事基地外 然后发生了这个爆炸 炸死两名平民和一名恐怖分子 那看来是想冲进军事基地 然后进行恐怖袭击 结果被警卫开枪打死 首先发现了 这是恐怖分子 紧接着在营地外 恐怖分子引爆了汽车炸弹 然后呢 炸死两个平民 还有一个恐怖分子 当场死亡 这是一个经过 没有土耳其公民 还有索马里军人丧生 现在没有任何团体 对这个恐怖袭击负责 大家知道 这个土耳其啊 一直在这个非洲地区 加强军事存在 包括在利比亚内战 土耳其派出了 自己最精锐的暴使坦克 暴二 暴二坦克 现在在哪 土耳其的暴二坦克 在利比亚打内战呢 土耳其还派出了雇佣兵 对不对 叙利亚的这帮雇佣兵 然后还有这个 无人机 在利比亚打仗 在南部索马里 大家知道索马里那个地方 恶守在哪啊 恶守着红海啊 红海上面是苏伊士运河 就是世界的所有的船 商船 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商船 也是要通过这儿的 所以啊 土耳其现在在这个利比亚 地中海 也加强存在 在你这个苏伊士运河的这个上游 利比亚加强存在 在苏伊士运河的下游 索马里 它也要存在 2017年就建了这个军事基地啊 这是非洲啊 训练什么 这个军事基地是什么 为索马里的这个政府军训练士兵的 就是土耳其啊 也是军阀啊 与另一个军阀打仗 你就可以现在看啊 这个土耳其啊 他真正感到了自己的威胁 俄罗斯也在加入对吧 对东地中海的争夺 希腊也在啊 与这个土耳其争夺 东地中海 土耳其呢 知道自己父辈受敌啊 有俄国 有希腊 对吧 又有什么利比亚 伊朗 沙特 这些中东国家 也在这个地区 土耳其也在加强自己的存在 首先在利比亚 对不对 现在也是拉着一派军阀打仗 在这个索马里 也是加强存在 甚至建了兵营 你想这个就是当年的是什么 黄埔军校啊 当年俄国想要加强 自己在中国的存在 不也就建一个黄埔军校吗 黄埔军校是俄国人花钱办的 和现在土耳其在利比 在这个索马里建的一个军校 不是一样吗 这你就可以想象成黄埔军校 我的教官 我的枪 我的人 我的钱 军阀嘛 这就是 以前中国啊 怎么说呢 就是军阀混战的时候 国家被很多外部势力 你说各种的军校 各种的军阀一起混战 今天这个给点钱 明天那个给点钱 后来呢 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统天下 这些外部势力进不来了 但是你从利比亚 再从这个索马里 你也可以看 如果中国啊 还是玩像联邦帮联这种 比较分散 国家没有控制能力 你像土耳其啊 我觉得绝对跑到新疆 也去建一个军事基地 跟新疆那帮人 也是一起来 招兵买马 我觉得那个时候啊 离中国啊 打内战就不远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国家有时候吧 加强整合力 加强自己内部的 这种管理 让很多人认为是什么呢 是不民主 是极权 但如果你给你松开 松保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你就会像利比亚打内战 谁都可以给你枪 给你炮互相打 又会像什么 又会像索马里这种 民生凋敝 人家土耳其花点钱 建个什么学校 黄埔军校 在那边招兵买马 拍点教官 你就可以打内战了 这些索马里 这些学校培养出来 这帮人 那以后就是军阀呀 就是新的军阀 能不能北伐 能不能一统江山 得看他本事 如果他统一了 那索马里也就稳定了 也就逐渐呢 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所以你看这个世界 这个循环 一百年前怎么样 现在还是怎么样 这国家得先有什么 先有一个强力的机构 能稳定住这个国家 别乱 老百姓能过稳定日子 然后把国外的一些 间谍机构啊 国外一些政府的一些影响 排除出去 别影响到国内的稳定 你首先做到稳定以后 你这国家发展 所以我希望咱们这个观众啊 能有这么一个底层逻辑 有时候这个国内啊 政策非常强硬 不是对老百姓 是对什么 对外部势力不断的干预 要把这种影响排出去 哎呀 我觉得索马里啊 如果这种事再出来 这个军阀混战 还是继续的话 索马里老百姓 还是遭殃 他只能是有一个大军阀 把索马里一统签下 小军阀太多互相打 叫黑社会是 一个黑社会 如果太强了 天下太平 就我老大 你们啊 这些小黑社会 都老实 就有了规矩 这索马里啊 像利比亚也是这样 还是先打内战 杀他个你死我活 最后绝出一个胜利者 这个社会就能稳定了 但是啊 然后老百姓又吵吵 你对我们太强硬了 管理太多 要民主了 要民主以后呢 又分裂 分裂又继续军阀 军阀又互相打 打完了又统一了 老百姓又稳定 所以啊 什么时候 这个 这些老百姓啊 突然发现 突然看了我的节目 突然发现 原来是这回事 就是战争与和平啊 他身边是有逻辑 有逻辑的 你要和平 就得呀 先有 先有什么 先有战争 先把你统一到一起 你这国家稳定了 不被外国干预 没有军阀混战了 你就稳定了 你也老百姓 也能平安过日子了 但是啊 刚过几天好日子 又天天吵着 我要民主自由了 我要什么 要联邦帮联了 各各各的 要分裂了 喝酒分 分酒喝 那你社会又乱了 然后呢 又是互相屠杀 又是死亡 外国高兴了 外国我可以在你这 再见个黄埔军校了 再培养一帮人 可以打内战了 所以你可以看 这个世界啊 今天我跟你说完 你会发现 其实就是什么事 无限循环 世界大势嘛 分酒必合 何酒必分 至于你要的 这个民主自由啊 还有集权专制啊 我觉得这个 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 好不好 你自己心里想